各位朋友,我是廣正元環境保護基金會的常辦公眾中 今天來跟大家分享吸管呼吸 呼吸是天賦的一個門 你不想呼吸 除非你不想呼了把鼻子呼住了 不然呼吸它每一個時候都會一呼一吸再進行 可是很少人呼吸是很深的 一般人的呼吸都很淺 呼吸如果很淺 在體內的氧氣就不會太充裕 精神就會比較威力 人就沒有那種新鮮的感覺 如果能夠訓練深度的呼吸 對我們的健康一定有很大的幫助 但是要怎麼呼吸呢? 其實有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這個方法也不是我自己發明的 這是英國的一個醫療機構他們所推薦的 它叫做吸管呼吸嘛 我現在來給大家示範一下 首先 我們要稍微吸一口氣 然後再來就是 把你吸進去體內的氣 用你小腹的力量 然後嘴巴含著吸管 從小腹的地方發力 不要太用力 但你也要有一點點力量 就是小腹盡量往內收 把小腹裡面的晃氣 一層一層的往上 然後吐出來 那吸管 就是 含在嘴巴有一個比較 容易讓你感覺到說 有個東西在那邊 你要用來吹氣 比較不會有珠摸不到的那種感覺 那我現在示範給大家看 好 剛你把這個 會氣從你的小腹 用吸管 很緩慢的 很平穩的 吹進之後 你就要用你的鼻子 把新鮮的空氣吸收到你的體內 一樣的 但你的空氣 快要吸飽的時候 也建議大家做一個 吞鍊的動作 這樣你的氣 一天一天的鍊 你的氣就會下到肝anto去了 你的氣就會下到肝舔去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